没人在乎你的生日吗?别难过了 想想这个人吧 嗯?他是谁呢?都民国几年了 还有人记得国父诞成吗? 其实没有国父哪来的民国几年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浪漫革命家孙文 为什么说他是浪漫的革命家呢? 孙文13岁就到美国檀香山念书 历史上的名人如华盛顿、林肯 他们的故事都让孙文太熟悉了 之后又受到基督教灵魂人物耶稣的影响 这些开路先锋的故事像一颗种子埋在他心里 在他回到中国的土地之后终于开花结果 他曾折断庙里的神像 大抢中国传统崇拜 在香港学医时和好友们组成四大寇 批评朝廷 还直接上书给李鸿章大大 嚷嚷着要商量国家大事 不过最后都被已读不回 嗯?也不意外啦 只能说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 太冲动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 孙文就像当时代的愤青 满怀理想抱负 看不惯清朝腐败 你可以笑他爱唬烂 孙大炮 但他凭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甘愿省吃俭用 掏钱来赞助他呢? 每当贾伯斯站上iPhone发表会的舞台 他展现的是个人魅力 给你一个品牌的信仰 而不是告诉你手机零件怎么组装 而孙文的演讲讲的是他独创的三民主义 天下围攻的浪漫思想 嗯?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于是台下的人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表面上讲的是一个农夫中彩票的故事 其实是在解释民族主义 懂得用底层老百姓的语言来沟通 简直太贴地气啦 举例来说 台湾现在新建公宅 就是现代版的民生主义 否则的话 在资本主义国家 百分之一的超级有钱人 掌握全国百分之四十的财富 难道政府都没有责任吗? 住者有其屋 在建国之前就想到基本的民生需要 除了体现国父的浪漫性格与理想之外 更可说是先见之明 民权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我们是何其幸运 生在这个民主的时代里 但可别忘记在一百多年前 民族 民权 民生 是多么奢侈的理想 因此当初才将他们放在 宪法开头的第一句 希望永始贤遵 其实回头看看 三民主义到今天 都还是很潮的思想呢 为了纪念孙文 1942年美国还特别印了一张邮票 将他与释放黑奴的总统林肯并列 两个为人民争取自由的 种习斗士互相辉应 相当具有历史意义呢 话说孙文就孙文 为什么江湖上人称孙中山呢? 除此之外 据说他还有几十个画名 小名 日本名和绰号 加上美女情节 她的人生简直比特务电影还要精彩 如果各位还知道更多她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哦